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就是缩减资产负债表也将会随后跟进 美联储新年首秀雄鹰展翅 美股是硬生下跌 亚太区的股市也相继剧烈的调整 全球金融市场是否是在即将到来的虎年 面临着新的动荡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为您详细来分析 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 亚洲主要股市的收盘情况 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内地的股市 在开盘之后出现了震荡走迪的情势 户身两市在尾市跌市有所加剧 而户指是失守了3400点的关口 这也成为了去年8月份以来的第一次 跌幅已经达到了1.78% 再来看看今天深城指 同样是收报在13398点 跌幅达到了2.77% 那香港股市在今天同样 也没有避免下挫的这样一个大事 恒生指数还失守了24000点的整数关口 最多的时候急跌了724点 中场收报在23807点 这也来到两周的新低位 不过台湾股市在今天是修市 所以说没有受到相应的冲击 那由于美股的大的跳水 这也影响到了亚太区 很多这个股市同样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日本股市在今天也重挫达到了3.11% 失守了27000点的大关 同时这也创下了14个雨来顿新低位 那韩国首尔股市更是急跌 达到了3.5% 很多人都在说韩国的这个熊市 或者叫技术性的熊市是不是已经到来 要打一个问号 那目前正在交易的伦敦股市 在今天是显著的低开 之后快速的走高 现在已经转升了0.5个百分点左右 那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内地去年12月份规模以上的 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持续的出现回落 并且是连续第二个月 只有个位数的增长 那国家统计局也已经公布 去年12月份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的总额是超过了 7342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达到4.2% 增幅是比11月份出现回落 4.8个百分点 同时这也是2020年4月 以来的最慢增幅 而综合2021年工业企业利润 超过了87000亿元 按年增长达到34.3% 国家统计局也指出了 2021年的工业利润 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但是下游行业 尤其是小微企业经营压力 仍然是比较大的 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的房价 连续13年出现上升 但是在去年的第四季度 表现是比较逊色的 香港拆想物业估价署 已经公布了去年12月份的 私人住宅售价指数为392.5 按月下跌达到0.28% 这是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但是按年则是上升了3.31% 楼价指数在去年9月份 创下了398.1的新高之后 是连续三个月出现回落 主要是受到了疫情肆虐 以及美联储加速缩表的影响 那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接受访问时也特别表示 特区政府暂时还没有意愿 来撤销针对楼市需求的管理措施 电动车生产商特斯拉的业绩 是再次创下新高 并且是好过了市场的预期 那么上海工厂的交付量 占据到了特斯拉全球版图的 半壁江山 特斯拉已经公布了 去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 是超过了23亿元美元 按年飙升了7.6倍 每股盈利为2.54美元 而期内收入超过了177亿美元 按年增长接近65% 特斯拉2021年的全球交付量 是93.6万辆 其中上海超级工厂的交付量 已经超过了48万辆 占比已经高达51.7% 同时这也占据到 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半壁江山 那特斯拉还表示 今年不会推出新的车款 公司也希望芯片供应紧张的情况 可以在明年得到缓解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的媒体 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韩国KBS放松公社报道 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 在当地有业务的三星电子 韩太轮胎等10家韩国企业 开始保持警惕 为战争爆发与制裁波及 做好应急预案 国内韩企同样担忧会 进一步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 此外 韩国已将乌克兰12个省的旅行警告 升级为三级 即离境警告 同样受乌东局势影响 日本汽油价格飙升至13年最高位 为每升170.2日元 日本政府今天宣布 即日起对石油公司进行销售补贴 采取非常规措施 遏制油价上涨 补贴金额为3.4日元 将发放给全国加油站 从而保证零售价的优惠 新加坡的网上购物正在蓬勃发展 在过去两年中 一些平台的在线购物人数增加了8倍 苦年春节临近 多家电商平台的年货节正在进行中 并纷纷推出过年不打样 促销和送货服务 保障客户购物无忧 数据显示 新加坡消费者不仅大量囤积肉干 波罗馅饼等食品杂货 还购买了服装 家居用品 游戏机等新年必备品 北京时间周四的凌晨3点 美联储公布了1月份的利率决议 暗示3月结束资产购买并且加息 缩表也将会随后跟进 美股三大指数短线拉升之后 是集体出现跳水 亚太区的主要股指也应声下跌 在下一节我们将会邀请到 交易因斯洛德基金策略分析师马涛 以及国泰军安国际策略分析师白葛 一块来详细解决 稍后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美联储在26号结束了 一连两天的议席会议 决定维持联邦基金的利率不变 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 释放了一个鹰派的言论 那就是表明3月份加息缩表 已经是溅在线上 刺激隔夜美股 集体出现了高台跳水的情况 一块来看看 美联储在今年首次一席会议上 按兵不动 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利率 目标区间在0到0.25例不变 不过亏后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 当前加息空间很大 计划3月开始加息 但幅度未定 又称将在3月初结束资产购买 随后开始大幅缩减资产负债表 并表示将稳步结束 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鲍威尔的鹰派言论 令早盘高开的美股三大指数 集体大跳水 道琼斯工业指数跌0.38% 收报34168点 标普500指数收报4349点 跌0.14% 在过去7个交易日中 有6天都在下跌 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 则微涨2点 收报13542点 美股连续两天大湾过山车 而今年开年以来 整体表现跌跌不休 三大指数累计跌幅 都已超过5% 其中纳指更重挫13% 传奇投资人格兰瑟姆预言 美股第四个超级泡沫即将破裂 而多家华尔街机构则不约而同 高呼抄底 摩根大通分析师认为 市场抛售表现过度 本周是很好的进场机会 美国银行历见 基本面强劲的防御型个股 高善则认为 市场正经历牛市周期内的调整 适合长线投资者入场 但提醒当前周期的总回报 可能远低于过去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 凤凰卫视演播厅 特别邀请到 娇盈施洛德基金策略分析师 马涛先生 在香港湾仔演播室 我们邀请到 国泰军安国际策略分析师 白葛先生和我们一块地探讨 欢迎两位 首先来请教一下马先生 马先生您看 美联储释放了3月份加息的 一个强烈信号 再加上鲍威尔出乎意料的 这种鹰派的言论 这也让隔夜的美股 出现了高台跳水的情况 现在其实美联储 每一次的风吹草动 似乎都能够让美股 走出一个过山车的走势 那一旦说真的加息 这对于全球的资本市场来说 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应该说从经济的角度上来说 2022年如果真如美联储所说的 它会实现四次以上 25个基点的加息的话 可能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 会是一个重挫 对于资本市场来说 可能也会是带来一个巨大的波动 首先今年对于美国来说 是不寻常的一年 它经历了财政和货币的 双紧的可能性 因为在过去两年的 类似战争级别的财政赤字扩张之后 现在它的财政可能会出现 一个比较大的下滑 如果同时这个时候出现一个 过去15年以来都没有见过的 连续四次的加息的紧缩的话 相信它的经济也好 市场也好 都会承受一些比较多的波动 近期我们已经看到 它的金融数据 经济数据开始出现一定的走软 包括首次世界金生理 包括零售销售 包括成屋销售 包括一些区域性的这种 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联储持续给出一个 比较偏紧的预期 可能对于经济来说 对于市场来说 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坏消息 好 马先生给出了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判断 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白葛先生 白先生您看近期的资本市场 可以说是大起大落 市场对于美联储这种收紧 货币政策的速度 似乎还有了点幻想 不过美联储现在发出 这个越来越明确的鹰派信号 再加上我们可以看到通胀非常高 美联储是不是已经没有退路 只能够选择加快来收紧它的政策呢 我觉得当前美联储 它的鹰派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它中短期改变态度 由鹰转割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目前其实影响美联储 它这个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 还是非常高企的通胀 我们看到12月份 美国的CPI同比上涨是7% 其实远超于它 它们长期通胀目标 2%的这个通胀目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之前美联储一直期待着 供应链能够自然的恢复平衡 供应提升的情况下 来缓解供应链的不平衡 去缓和这个通胀的情况 这个愿望是落空了 所以短期的大东商品的价格 还是在维持在高位 那么疫情对供应的扰动 还是要大于对需求的扰动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当前呢 通胀的这个压力 是非常影响美联储角色的 这个首要目标 我觉得呢 美联储在当前 美国经济还相对为是 强势的情况下 它可能也要去抓紧的 去进行一个 遏制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行动 否则的话 那么未来它的通胀预期 没有去遏制 经济也快回落了情况下 那么它所面临的处境 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更加的复杂 我觉得所以就近期呢 美联储它的这个 就市场对美联储的焦点 可能不在于说 美联储会不会加速 收紧货币政策 因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定局 而是在于说 它会以什么样的一个频率 幅度节奏去来实行 这个收紧货币政策 这样一个路径 我觉得呢 根据过去一段时间 美联储它的这个 释放信息的节奏来看 可能未来几周 它在释放的会议纪要中 可能会披露更具体的 它的加息的路径 好 白先生刚刚已经特别提到 对于它的判断来说 美联储不是加不加息的问题 是加几次的问题 什么时候加的问题 那再来请教一下 马先生您看美股 现在主要的指数 近期是接近了回调区间的 这个时候 多加到华尔街的机构 是不约而同地说 高呼要抄底了 高盛还说了 任何指数水平的 进一步明显疲软 都应该视为是买入的机会 那隔夜美股的跌幅 我们看到有快速收窄的迹象 那资本市场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一个提前进场的信号呢 应该说美股在经历 过去一个月的波动之后 立刻能够看到一个短期 比较明确的这个见底的信号 可能还需要打一个问号 我们从经济增长 企业盈利占经济的比例 以及目前的这个 估值的这个角度来说 可能现在都还延迟过早 首先从经济增长来说 我们能够看到 从去年的四季度至今 主要的宏观机构 都在下调对美国 2022年的这个经济增速的目标 可能之前有5%以上 但现在只能说是4% 甚至一个更低的这个水平 核心原因也是因为 一方面这个财政刺激在推波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通胀高企 使得它的整体的这个经济的 运行效率正在下降 而与此同时呢 企业的利润 截至2021年的三季度的 收入法GDP数据 是创了一个过去50年的高点 也就是说在过去的 2021年的这个前三个季度里面 经济增长的一大部分 都是给了企业的利润 也就是说整个体的企业 从经济里面拿走的比例 已经很大了 如果接下来经济增速还往下 可能对企业利润 是有一定的下行的压力的 第三点从这个市场的估值来说 如果我们去看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 罗伯特·席勒先生的 这个周期调整的适应率 这个指标的话 目前的美股的 周期调整适应率 CAP已经达到了 接近2000年靠往泡沫左右的水平 是处于一个历史的高位的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对于任何经济的 基本面的下行的因素 都会非常非常的敏感 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 经济增速 或者是企业盈利润 经济的比例 以及长期的周期调整的 适应率来说 目前的美股都难言便宜 现在立刻靠一个底部的话 是有一些比较大的风险的 好 这是美股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和白星 来探讨一下今天港股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港股今天是跟随亚太的市场是急跌 跌幅一度还超过700点 外围极其的波动 又临近春节的假期 所以是不是认为说 港股在短期之内 比较有难以有一个很像样的表现了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港股短期内 还是比较脆弱的 一方面呢 此前南下资金连续几个交易日净流入 那么从今天到春节期间 它这个南下交易暂停 那么市场缺乏一股比较重要的做多力量 另外一方面呢 在美联储这个加息预期 这个带来的不确定的情况下 可能会持续压制市场的表现 所以在这样的 这样的有宏观 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 我觉得港股短期呢 可能还是维持一个低位波动的状态 好 再来请教马先生 马先生我们从基本面来看 全球油价是在大涨的 美国的通胀压力可以说越来越大 还有疫情的这个不断的反复 供应链的瓶颈 没有办法得到缓解 美国的经济是面临着衰退的压力的 我们甚至还看到IMF也下调了 2022年和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 美联储还要不断地加息的话 是不是会让美国的经济 甚至全球的经济雪上加霜呢 对 所以其实美联储是在 玩一个比较危险的游戏 或者说它是在走钢丝 事实上呢 美联储是寄希望借用2022年 这段可能美国经济还不错的试点 然后去加强紧缩的节奏 使得大宗商品能够提前转向 使得美国的输入性通胀能够平息 使得这种通胀和工资形成的 这种通胀螺旋能够慢下来 这样的话呢 不会过多地影响 今年的中期选举前夕的 这个经济的稳定 也不会给美国企业的利润 特别是人力的资本这块 所占的这个负担 带来太多的这个波动 但是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 在过去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每次这种紧缩的信息 释放的过程里面都是美股 会承受更多的压力 反而大宗商品是持续的高举高打 同时这个美债和美元 是出现一个区间波动的状态 就说明有可能在美联储 成功通过紧缩压制大宗商品价格 压制通胀之前 美国自身的经济 美国自身的企业盈利 美国自身的金融稳定 就不能够得到保证 这样的话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通胀 和美国紧缩周期哪个先结束 很有可能是美联储最后屈服于 自己的经济 并不能承受 它的所声称的这种加息的次数 从而使得美国处于一个 偏长中长期的 这么一个滞胀的状态 好 再来问问白先生 您看今天港股大部分跌势当中 部分像航运股 能源股相对来说是跑赢大势的 而我们看到像科技股 教育股成为了跌势的重灾区 在新的政策环境之下 投资者可以在哪些行业当中 寻找一些机会呢 我认为双碳主题 可能是会长期受益的主题行业 经过这一轮回调之后 可以选择相对低估值 或者确定性比较强的个股 然后具体到板块方面 可以考虑汽车零部件 清洁能源和电力设备 几个产业 除此之外 我认为在当前波动性 比较强的市场当中 可以考虑低估值高股息的优质个股 尤其是具有高分红预期 或者进行股份回购的优质国企 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低估值高股息 能够提供一个较强的安全边际 同时也不容易受到流动性扰动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 在国家共同富裕政策的影响下 很多国有企业开始重视市值管理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优质的国企 去提高分红率 进行股份回购 那么有助于这些企业 进行一个估值回归 我认为在未来波动的市场中 这些具有一定的防御性的板块 可能会继续受益 好 再来最后来请教一下马先生 您看今天内地这个股市 同样不能幸免 户值还是守了3400点的这样一个关口 创业还下跌3% 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跌幅了 一般来说我们看 外围同步震荡的时候 A股可能更多的时候 走出一个独立的行情 但今天为什么 A股反应会这么大呢 那么美联储新一轮的这样一个政策 会不会对A股带来更多的影响 应该说对于A股来说 可能这次美联储紧缩的意义 更不是影响A股的流动性环境 更多是影响A股的 企业盈利的预期 因为如果从中美两国的 实际利率差距来说的话 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还是正数 就是说我们的一年期利率 还是在通胀以上 但是美国的实际利率 就是美国的一年期利率 已经是远低于它的通胀 因为它的通胀实际上太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 整体应该是相对来说 比较稳定的 然后美国这个时候紧缩 传递给中国 更多是一个外需走弱 后续的出口 可能面临下行风险的 这么一个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决定A股未来方向 可能更多是内需接下来 能不能发力顶起来 抵消外需下滑的空间 我们能够看到 在最近的市场震荡中 每当可能整体的市场 出现弱势的时候 A股的稳增长板块 包括金融地产 包括建筑建材 包括家具家装 后续有可能受益于 国家宽信用稳增长的 一系列的政策的 这个生意的板块 就会逆势走强 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 所以后续可能在结后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 稳增长措施 来抵消外围可能输入的 一些经济下行风险 好 今天也特别感谢 马先生还有白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专业的分析 谢谢两位 其实随着中国经济 持续的稳定发展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当中的 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那么在未来 香港作为最大的人民币 离岸市场 又将会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 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在下一节 我们将会邀请 中营香港资深策略规划师 应坚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稍后见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亚洲财经透视 随着人民币的话语权 在国际上是越来越强 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 离岸人民币中心 发挥的作用也变得至关重要 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 中营香港自身策略规划师 应坚先生和我们一块来探讨 应坚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应坚先生想请教您 香港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 过去扮演的角色 还有未来在人民币国际化当中 又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在过去十多年中 香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 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建立了境外首家人民币清算行 打通了跨境人民币资金通道 二是建立并培育全球最大的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 推进人民币债券和外汇交易 形成境外最大的人民币资金池 三是按人行部署 不断试点跨进人民币业务 四是积极宣传 人民币国际化 提升全球市场 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程度 如今香港已经发展成为 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 是全球市场使用人民币的重要节点 人民币国际化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 转捩机遇期 十四五规划提出 本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为香港人民币市场建设 注入新的动力 我认为香港应该继续发挥好 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重要作用 首先是加强人民币平台建设 完善人民币市场机制 丰富人民币产品 提升人民币服务能力 其次是加强跨境人民币渠道建设 引入更多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 第三是加强人民币流动性 例如香港人民币清算行 可以利用在战市场的交易 为离岸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 促进人民币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为人民币国际化和内地资本项目的开放 做出更大的贡献 应兴人再请教您 我们看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不断提升 未来要如何进一步提升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竞争力呢 确实如此 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呢 180多家海外央行呢 一次认同人民币为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也推动人民币呢 如今已经成为了第五大的国际储备货币 下一步我认为呢 香港应该在协助提升人民币国际货币功能的同时 寻找更多的业务机会 从而强化人民币的竞争力 例如通过完善股票通 债券通 比财通的吸引更多的境外投资者 把香港作为投资人民币资产的首选平台 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债券发行 人民币贷款和延伸产品 把香港的建设成为一带一路 人民币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平台 积极参与越港澳大湾区建设 便利区内跨境人民币使用 同时呢研究参与数字人民币和绿色人民币 不断的扩展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场景 好 特别感谢应坚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出的 专业评论和分析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投资的 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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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则是否则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